本港治安近年急剧惡化 周街斬人 标普劍案近乎无日无之 最近更加惊爆商场斩杀案 同局杀亲女案 亦发现得累气不长 香港成为世界知名的法治之区 移居城市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经过很多代人努力建设的成果 无奈随着暴力罪案成为常态 移居城市早就名不符实 港府再不痛定思痛 全力撲灭罪行 出走的人恐怕没有罪多 只有更多 香港屠性空壳 乱如危城 还有什么开心可言 明报社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据报最快在下星期初访华 成为2018年以来访华的 最高级美国官员 经过连串高官频繁护访 中美关系出现止跌回升的迹象 但是从中美官方的言论看 双方对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取态 和政策逻辑仍有根本差异 美方坚持以竞争定义双边关系 对话只为负责任地竞争 北京就强调结果导向 如果为对话而对话 谈归谈 做归做 结果只会识得其反 如果这种背后的深层次分歧 无法微合或者缩小 中美关系前景依然难以确定 一会儿 比较 准备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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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